不過台灣的連鎖五金百貨 真的是一路向北 像是寶雅還有小北 其實都是從台南起家的 那麼積極拓展北部的分店 而最近掀起話題的是 號稱高屏霸王屏東版小北百貨的 21世紀生活百貨廣場 突然熄燈大出新 所以很多北漂族就很期待 會不會到北部來開分店 五彩繽紛燈飾裝飾品掛滿滿 等等仔細看這不是梯子嗎 所謂的好折騰就像這個 可以讓你方便攜帶 也可以讓你直接做 但更厲害的是 才可以變出一座聖誕樹 就是說我們店裡面的東西有販售 剛好可以做成一個印景的商品 這個創意也是不錯 把綠色塑膠椅變身綠色聖誕樹 不只這一間五金百貨 拿出這一根迷你聖誕樹 其實是清潔刷 原本賣雜貨賣五金的陸續大轉型 甚至連這個都賣 從螺絲釘到水龍頭 從浴室到廚房 什麼東西都有賣 你知道嗎 這裡居然連咖啡都跟著賣 真的是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而且還要從南往北賣 蕭北百貨南部起家 一路向北 目前來到195間 營收破65億元 明年破200間 從台南起家的寶雅 嘗試各種可能 從生活用品美妝也 兼賣五金雜貨 目前409間 前11個月營收214億元 我覺得我們其實滾東市的一個調整 那如果說就是有合適的店 有合適的坪數 那我們也會來發展我們的一個門市的部分 我們希望朝著500店的未來目標 在中北部積極的部件 以及積極的拓點 因此我們在新竹設立了自動化物流艙 接下來預計可以提供超過200間的門市運轉商品效能 只是長江前浪還有後浪 寫著出清大特賣信 大批人潮一掃而空 南部人熟悉的21世紀生活百貨 屏東分店要收攤 是因為消防安檢將在另巡地點 目前六間分店鎖定高平地區 而北漂族很期待會不會循著同一路線一路往北開 就要看後續這場五金雜貨大戰怎麼發展 東森財經新聞毛昭平留言在西北說到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